第461集 赵氏称帝 1 西空虽然能够传物传人 但是传送能量仍然是一个未知领域 不过既有林曼作为核心的话 是可以将一些能量 比如一颗炸弹爆炸的全部化学能 传送到指定区域的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应该和避落引擎的驱动性有关 Zero介绍 这个有点意思 林冲是不禁有了个有趣的想法 一边说 Zero一边瞧见了一届墙外 一个浑身上下肌肉扎实 长相鹦鹉 却只穿着个闪闪亮围裙的高大人影 出现在了小谷之外 又一步步走了进来 到一届墙前十步远 就是当年他总跪着的那个位置 噗通一声跪下去 再不作声 这不玄鹏吗 长个儿了 Zero不禁乐了 这得有三米多了吧 他来干嘛 罚贵呢 林冲说 玄鹏贵了两个月后 林冲得着一消息 长安赵家老二赵玉 与大唐幼帝 行了善让之礼 赵玉在长安正式称帝 国号为宋 年号端锐 这消息一出 灯石是天下震动 赵二这之前不过是个都户 在大唐百道之众的疆域内 绝对是称不上最强的 只不过由于其势力范围 仅为长安 又与青史设计二先宗 相交甚密 所以被二宗定为了 下任帝王之选 但是 天底下的其他都户将军 却是九成九的不予认可 就像是当年以汉代秦一样 秦师其路 天下共逐之 不将天下逐一征服 只凭着大唐那个 牙牙学语的婴儿皇帝 一纸诏书 就将这江山轻易取走 任谁也不会心服啊 于是 原本相互征战的都户将军 义军将领 乃至于是从山中走出的大寇 都在听到这消息后 停止了兵戈 并且在其后仙道势力推动下 迅速结成了一个讨伐联盟 这个迅速 是指在半个月之内 要知道 大唐数千万公里的面积 乱世之中 这大大小小的山头不下百余歌呀 这种集结速度之快 真让林冲则舍 便是拥有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地球 也不带这么快的吧 被五谷仙鼎力支持的维英武 也是应邀成为了联盟的十八盟主之一 十八盟主代表着最强的十八股势力 联盟之后便是会盟之期了 定在穿越历四十二年的春节之日 地点就在长安城下 十八路诸侯 百余各联盟小头目 手底下这七七八八夹在一起 有七十万大军 但得号称两百万 要一起征讨 窃国大贼 肇事 这看着不靠谱啊 林冲这半个月里 不断地接着从各地传来的消息 特别是维英武处传来的 在背后串联的 其实就是这五谷仙宗啊 之后又说是动了 灶上 斧甲 金鼎等几宗 共同启示 围了青史 射击二宗 要这二宗知道 就算是他们在大唐李氏背后 站得久了 也并不代表在新朝之内 仍有他们的位置 一群种地的 做饭的 画服炼药的 打铁的 这可真是无产的阶级们大联盟啊 这五谷仙嘛 自不必说 是种地的没错 造上仙 执掌人间烟火 扶甲仙 擅长画服 斜甲 这金鼎宗拿手的 那是炼器之物 这四宗合在一处 对抗庙堂之上的 青史射击二宗 嘿 真别说 还真有了当年的地球上 轰轰烈烈 咱们这五产阶级 翻身把歌唱的韵味啊 何欢松和土地仙 也在联络之中 唯应五 向林冲报告 很好 又加了这千红线的 没人和无孔不入的 小报记者 林冲点头 表示赞许 不愧是这西游世界啊 连几个亿都搞得 这么花花绿绿的 赵家善让这事 是做得太实测烂 这样的乱世还敢称帝 怕不是得了实心疯啊 唯应五评价 你们的联盟中 为什么没有四政 林冲呼得想起一事来 这四政是天下先到魁首 若是没有他们参与其中 那这联盟怕是 名不正言不顺吧 大成自洪道长申于后 一直没再选出新的宗主 而且那些人 大多是活了数千年的老古董 见惯了王朝兴提 对这场变局该是没兴趣 天树先宗最近几年 一直开着 避落福利的防御大阵 像是在应付什么强敌 天树弟子在外行走 也不惹事 就是紧着收集各种天机宝物 不知在做什么 至于俘禄先宗 隋宗主说他们向来不参与这种凡间征法之事 因为涉及到的因果太重 动不动就是十数百万的黎民损伤 他们修的是福远 承担不起这消耗 每到天下变局 他们就该封山了 至于万法 我听闻万法的新宗主王王 似乎与赵氏来往密切 怀疑已经站到了对立面 第四百六十二集 赵氏称帝二 不过没关系 他们那边不过是三个先宗 我们这边至少有五个 韦应武充满了革命主义的乐观情绪 并且我们代表的是天下先道 黎民百姓的诉求 短无失败之理 韦应武提出的政治主张之一 就是废除吃人的神仙妇 改为仙人双方的交易平台 双方各以擅长的物资来进行交换 反正这神仙妇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四正 目前加入联盟的各先宗 大多也得不着什么好处 比如这林冲 也算是湖中仙 身外仙 剑仙 算仇仙 兼着黄粮仙的传承者 至今从未从这神仙妇中 得到一两的银子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废除神仙妇 确实是会而不废 能得着天下大义的政治主张 交易平台 那这就更妙了呀 五谷 造上 福甲 金鼎 四宗 那都是有产出的 他们各自擅长的物资 都是人类国家所需要的 你就比如这粮食 美食 丹药 盔甲武器 若是平台成立 以交易方式换取人类国家手中物资 最大的得益者 就是他们了 所以 这为应武把这几个先宗 化为最紧密的合作伙伴 有着天然相似的政治诉求 至于说这和欢 土地二宗嘛 也能凭借这一些个手段 与人类国家进行交易 比如这姻缘 宋子呀 一些什么情报消息之类的 反观四大先宗 又或者是什么青史社稷二宗 你们那些个玩意儿 你除了打架 做师 做官 这些人是神马都不会呀 交易平台里损失最大的 那就是他们 如此说来 这万法先宗加入对立面 也是在理所当然的 可深知内情的林冲 却产生了更深刻的怀疑 万法先宗的动向 林冲也就是早得着消息了 经过之后的几轮消息确认 与各方提供的线索 他几乎是已经确定 万法天机 亦被感染 那王莽 就是那第四个摩羯之主 至于这赵氏 为什么在此刻称帝 林冲倒是有一猜测 你还能感应到设计天机吗 林冲问为应勿 自从上次险些走火入魔之后 许久不从连心的天机来 带我试试 唯应勿试了一下 再是哑然道 一丝感应都没有了 我明白了 赵二称帝 是想占据天下名分 进而占据设计天机 可这有何用的 唯应勿搞不明白啊 便是占了天机 又能防得住 天下诸侯的功法吗 林冲则是心里一沉 这是功德天机之外 第二个被完全占据的天机了 而功德天机 生出了一个欢喜和尚 却是个散仙 莫不是这设计天机 被完全占据后 亦是会复生出一个 散仙境界的魔主赵大来 天魔的目标就是这个吗 眼瞧着春节会盟之日 也就是该赵氏揭露底牌之时 到时百道诸侯齐聚 数大仙宗共临 林冲应该能瞧得见 这设计天机 是不是又养出了一个散仙魔主 在法眼天路的监视中 长安城正在进行三推三让的仪式 李氏小皇帝将三次善让皇位 赵二将屡次拒绝 最终才推辞不过坐上这皇帝位置 看着着实是无聊啊 但这国之大事嘛 再荣再似 三推三让之礼 与其说是做给天下看的 不如说是改变天下归属的一个仪式 让关乎天下气运的设计天机 认可赵二 而在善让仪式之后 天下那些真龙器 也就尽归于赵二之身了 维应武等各路大军领袖 顿时成了个假龙了 身上的龙器没被剥夺 但这性质是发生了变化 那些仗着龙器 成就一方霸主的无根基之辈 历史就察觉到了这事不妙啊 形势再也没有以往 那么得到气韵相助了 说不定这领地内 就会爆发出一场瘟疫 又或是天灾地震 也不是没可能 等着今年底 赵二再定了国号 那这情形就将进一步恶化 所以众侯之盟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就只求奋力谋生 林冲是一边瞧着天下变化 一边研究着这万法群山 和许君虎的状态 王莽成为了万法领袖后 许君虎处所获得的竭力 日渐稀少 如果说这之前醒不过来 那么带得万法天机被战后 醒来的机会就会更少 出个差 林冲对林补周说 你是老大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林补周是有气无力地说 被斩到小蘑菇人身上 做了两个月军训之后 他明白了 形势比人强啊 黑心老板太无敌 多听话 苦头吃得少些 林冲先是驱动着林布周的梦仙之躯 在一届墙外 宁太画形 就见着一具二维画的人形 像是被线条在空气中勾勒出来似的 继而又有血肉骨骼浮现在昆仑山万载不化的冰雪世界中 一个刹那 梦仙之体就凝聚完毕 林冲握了下拳头 还是有血有肉的真实存在感 第463集 青鸾神通 等一下 你会昏睡一会儿 但是别怕 林冲拍拍仍跪在一届墙前的玄鹏的肩膀 打算这次用玄鹏的破碎神通 去万法山探个究竟 玄鹏嘛 自然是没什么反对意见 带的林冲以他界巡念法展来了玄鹏的破碎金刚神通 就觉着一股爆炸性的力量在体内是狂呼挤走 稍一动作空间是极为碎裂 须得好好收敛威能才能如常行走 而玄鹏出世时 那重重叠叠的黑色影子 却是破碎金刚神通的一种表象 林冲默运神通 猛一纵身 就见着整个血骨之内 到处都是林冲的身影 一画二 二画四 四画八 最多是竟然达到了六十四个呀 等着六十四个化身 再归于林冲之身 林冲赫然觉着自己这身体沉重至极 又清零至极 沉重到仿佛这举手投足就能撕碎空间 清零到能够看透无穷世界之后的真实 那是无穷无尽的细节展现 空气中有微尘 微尘中藏着一个个的世界 再往深处看 只见满眼雪白 雪白后还有着无数玄机 宛如无数光链横尘其中 接天连地贯穿过去未来 看到这儿 林冲只觉着是一阵头晕目眩 虽然能看 但没法细细分辨 那白色 莫不是 就是虚空吧 破碎金刚之境 竟然能够肉眼望见虚空啊 嘿 怪不得这玄鹏说 不在乎林冲 那出无影入无形的神雷呢 原来在这玄鹏升级之后啊 竟然有这般本事 如果不是早就将这玄鹏 斩为了彼岸身 怕就真的被其吃干抹净 拍拍屁股就要走人了 破碎神通 走得该也是一条 即天地伪立于一身的路子 带着修炼到深处之时 也能抵得上 斩得三花的 不灭金仙了 这妖族秘法 上线该是极高的 林冲曾问过玄鹏 破碎神通你哪学了的呀 玄鹏说是娘胎里带的 深刻在每个妖族记忆里 但这修炼起来 却是如此的艰难 以至于千万年无所寸进 所以很多的大圣都走了封号的路子 毕竟封号嘛 只需要天庭的一纸诏书就行 或者啊 就是为了不让这妖族 修炼这种秘法 天庭才会以封号之士相诱惑 毕竟 自己造不如这花钱买 买办在任何一个世界都存在 并且是大多数 林冲正试验着玄鹏的新本事 这本事能不能打散仙 还得试验 林冲是觉着虽然厉害 但是大概也只适合玄鹏 因为玄鹏的战斗天赋强悍 林冲虽然将这神通斩了过来 但天赋这事 或者说是本能 意识反映这种细微处 却是无可奈何的 这时刚吃饱了蘑菇 在一些墙外呼呼大睡的青鸾 呼的是醒了过来 他元气饱满的伸了个懒腰之后 就瞧见了林冲 这句集梦仙与破碎神通鱼一体的肉身 当时是眼睛一亮 他叫了声 翻译过来就是 我也要玩 跟我玩 我看你很好玩的意思 林冲由于想教这青鸾说人话 所以这几年呢 一直是抽空和他交流 最后是青鸾的这人话啊 没学会几句 林冲呢 倒是学会了不少蘑菇语 蘑菇语是情绪语言 只要这电波对上了 学得贼快 林冲不是通过他界学念法 去领会其中的意思 而是真正开口 去说这蘑菇话之后 有两个字就浮现在了脑子里 就是真相 简单又顺畅 如果不是考虑这文字记载的问题 林冲真觉着这蘑菇语 还可以大力推广推广 现在青鸾就是三个阴级 林冲已然领会到了好几重的含义了 比如开心 兴奋 想玩 打一架 我也会这个神通 啥玩 解析到这一步 这林冲是登石一愣啊 然后 就见这青鸾闭起眼 鼓着嘴巴 小脸憋得红通通 像是憋屁那样 再过一会儿 放出来的那刻 不是屁 而是一堆重重叠叠的神通之影 方才林冲借着这悬棚之力 放出来六十四个影子 再一看青鸾这一刻 好家伙呀 放出来足有近百个 青鸾是一声大叫 重影归一 在林冲都惊掉了下巴的眼神里 赫然看到青鸾在这个世界 变得是无比的鲜活与真实 比旁人的颜色都深了一个维度啊 再下来 青鸾往虚空中一抓 登石抓出一条五色灵机小龙来 又把这小龙扭成一拳套 戴在手上 再冲着林冲是黑黑直笑 林冲觉得不妙啊 青鸾这货玩起来 怕是没轻没重 林冲还真就没在意 这青鸾有啥神通 只是觉着这货是十两大 长相清奇 性格逗逼 另外就是个大号的吉祥物 揉一揉秀一秀 精神百倍嘛 却从来没考虑过 青鸾那毕竟是上古神族啊 身上可能具有什么神通之力 现在这青鸾 瞧着玄鹏的破碎金刚之力 被激起了兴趣 骤然展示出了相同的能力来 不禁让林冲是机会 第464集 祥瑞之道 他不禁想要吐槽 玄鹏这边吃着这鲜品蘑果 神品金鲜果 又在小世界里苦苦闭关了1500年 才修炼出了破碎金刚神通来 青鸾 则是吃吃睡睡两三年 就有了同等的力量 这血统差距也忒大了吧 并且这怎么瞧这青鸾那威势 都比玄鹏这边更胜呢 一边琢磨 林冲是一边对上了青鸾 丝毫不敢大意啊 青鸾下手 绝对是没轻没重 这样的熊孩子那是最吓人的 须得全力才行 林冲是一拳击出 空气中裂开条条黑色裂痕 那是空间被击碎 虚空裸露之下 青鸾同样是一拳击出 这空气中 繁花似锦 锐光千条啊 这林冲被这幕弄愣了 怎么就跟那过年放的烟花似的 怎么这青鸾这破碎神通 还自带特效啊这个 与其相比 哎呦 这玄鹏你这神通 有点寒酸呢 两拳相对 两个空间一向彼此交织 相互蔓延 一会儿是黑色虚空裂痕中 绽放出美丽的鲜花 一会儿是锐光千条 被这黑色裂痕撕碎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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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鸾来了兴致了 挥着膀子 抡着王八拳 罩着林冲 就是一通乱锤啊 林冲打架经验 也是一般 青鸾呢 就更差了 两人就跟那三岁孩童 玩着绝世利器一样互统 只打着这小山谷中 是地动山摇 还好啊 这一届墙够结实 不然这家就被拆个屁的了 借着玄鹏的知识 林冲是逐渐了解到了青鸾的能力之所在了 的确是破碎神通 但又不一样 如果说这个玄鹏的破碎之路 是破坏之力的纯粹原生态 那么这个青鸾的呢 它就是一种 走上了祥瑞之路的破碎神通 咱们就简称祥瑞神通吧 林冲被青鸾击中过几次 身体的那部分呢 立即就生出了五色鲜花 与七彩锐光来 并且有着祥和之意 如同是病毒一般的蔓延 涌进了意识中 只要放弃抵抗 享受这片祥和呀 这个神通之力就和天魔的邪恶 它恰好相反呢 林冲生出这念头来 那么这俩是怎么凑成一对的呀 十分有趣 林冲正在多多体验一下 但打过这百八十拳之后 青鸾呼的不打了 哭丧着脸摸着小肚皮说 饿了 饿了啊 这俩字是林冲特意教的 青鸾啊 要说也是学得极快 毕竟嘛 有关其食物的来源 哎 饿了 林冲叹了口气 他正来兴致呢 但看着青鸾 已经从一届墙前的地窖里 拿出了小桌子 小椅子 小盘子 小叉子 仰着小脸 绿色的眼眸中满是期待 等着投胃呢 林冲让厨师蘑菇 给青鸾准备食物 青鸾开始用餐 林冲又把这破碎神通 还给了玄鹏了 玩不转呢 刚才与青鸾的战斗 如果是玄鹏来打 顶多不过三招 就能打得那青鸾哭爹喊娘 林冲斩的这玄鹏的神通知识 却斩不来其思维模式 和战斗天赋 多次见识过玄鹏的战斗场面 与当年的花妖 白骨大圣等 那对于玄鹏能在暴雨之中 单独击中一滴雨的这个记忆 林冲印象是极其深刻 这才是玄鹏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是你这玩意 你这斩不过来啊 不是这展示经的问题 可能是亲密度仍然不够的原因 反例就是林冲能够展来 林豪横所有的记忆感情 与思维模式 或者也有可能是三千化身法 与这彼岸化身法的区别 毕竟三千化身所点化 都是林冲本命 如玄鹏一般 毕竟是独立的意识嘛 总之啊 林冲拿着破碎神通 也没什么大用 原本是打算用这神通 去万法仙宗走一遭的 现在只好再借着林豪横的修为了 不行不行 很忙 正在往道印上刻剑诀呢 林豪横说 我就差一点点 就可以冲击原神巅峰了 你别烦我 别烦我 别找我修为啊 不然 我自爆 本命原剑 不用反应这么激烈吧 林冲用他界训练法 和林豪横商量 九十九道道印筋痕 一气合成 才能修炼出最强本命原剑 稍一中断 就前功尽弃了 我警告你啊 你别逼我自爆 林豪横丝毫不妥协 另外 我察觉到碧落清空之外 之前抓我的浮屠正在复生 时间不多了啊 你别打扰我生机 你察觉到什么了 林冲忙问 浮屠之前 窥探我绝世剑仙传承 被剑仙天机标注了 现在天机告诉我 这家伙正在复生呢 并且一复生 就是散仙真魔 林豪横说 剑仙天机 不会也被干了吧 林冲 有点担忧起来 那也不坏 浮屠又没有像我一样的 绝世食材 林豪横 得意起来了 你还记得自己 是个剽窃者吧 林冲叹了口气 挂了挂了 借不来修为 还得着个坏消息 目前 功德先宗 根本地灵山 设计先宗的长安 天树的碧落弗梨 其上魔主 都在蠢蠢欲动 那么 野狐先宗呢 林冲一时 有点担忧起有苏来 第四百六十五集 两个有苏 一 他在有苏处留了个太阳神闻 半年前还沟通甚密 这几个月呢 消息见少 法眼天路还未铺到金山寺 日常只能以法身相投 观察其近况 不过最近 这林曼忙着实验 林冲忙着给林步舟升级 一时间 没法照顾到有苏 已经有三个月有余了 未曾去看 如此想着 林冲便改了目标 转投林步舟的无相先身 到了这金山寺 林步舟目前的无相先身 可以在梦中真实之法 将自己转到某一处 曾经到过之地 当然 前提是那种没有隔绝灵机的法阵啊 所以想移动到金山寺内 还是比较难的 金山寺外嘛 那就是一臂一征 顺息便至 这本事比那顿数还要神奇 就是不能带人 否则 那可真就是世上最快的交通工具了 金山寺一片祥和 林冲在寺外 瞧着夕阳目光里 铺陈连绵的金山寺建筑群 觉得是一如往常的 林冲敲响了金山寺珠红色的大门 随即 林冲往自己一点 最近这段时间呢 不舟山帮助林步舟 凝聚了不少大梦之种 由于有了无相仙法之后 大梦之种 已然是不限于仙道世界观了 所以 林冲这次从这个梦种中取出的 是神奇四侠中 隐身女的本事 她立刻是引入了空气中 化作了无形 大门是嘎吱一声打开了 一女孩是左右瞧瞧 哎 这也没人呢 林冲却趁机潜入了寺里 金山寺内部是一如往常 到处都是阴阴厌厌 由于天下妖修是一家 大家都在金山寺 修的呢 又全部都是野狐精 所以这金山寺所在 就跟当日结教之气象一般 不计出身 不在乎过往 你只要是妖族 都可以得到传授 林冲是一直觉得 这儿的气氛就特别好 当然 不是因为 这到处都是漂亮女子的缘故 一路来到八重殿 林冲本想拜会一下有苏 却没想到 这八重殿之外 落了一大锁 那锁厚厚重重 往其中一探 有黑色锁链样灵机 从其处向四方延伸 将整个大殿包住 这 这林冲站在八重殿门口 研究那锁 换了几种本事 却都是弄不开啊 瞧这样子 非得是借来林豪横的修为 以绝世见仙之剑 才能将之劈开 但林冲 这又不是来闯山的 林冲扣了一下大殿的窗铃 小声说 有苏 有苏 我来看你了 殿内门的反应 林冲是渐渐加大了音量 这殿内还是全无声息啊 反倒是背后有声音传了过来 来了这野狐宗的弟子 何人在此 只听背后是一声轻唆 叮叮叮的一阵寒光飞驰 树莓法宝带着破空之声 往林冲就袭了过来 林冲反手 从大梦之肿中 将这美国队长的盾牌掏出来了 立在了自己的身后 只听是咚咚咚的一阵击大声 震惊所致的盾牌 在漫威世界中 据说是坚不可摧的 当然 其实哪个豹子 都能把它轰成渣渣 比如灭霸 而今在这个西游世界啊 这盾牌只可说是足够坚硬 却也是挡得住这几班法宝 来人是个中年美妇 却也是林冲见过的老熟人了 那位大娘 野狐仙宗内 没什么明确的上下等级之分 宗主之下 长老之外 那就是分管各项事务的总管 总管们人数众多 年纪较大 弟子便惯之以大娘 二娘 三娘 等等之名 这位大娘 手中一面宝镜 能照万物本源 且有碎魂裂魄的本事 此刻他手中的宝镜高悬 对着林冲大声喝道 哪来的灯徒子 敢闯金山寺我家宗主闭关之地 林冲此刻所用的形象呢 是林不周一直以来在梦中向他人展示的那个仙气飘飘的能出去卖的那个仙人模样 有三分仙气 兼着七分浪荡 总之啊 瞧着就不似什么中善之辈 有所闭关了 林冲觉着不对劲 闭关多久了 若是闭关 怎么要给大殿上锁 他莫不是出了什么事吧 闭关已有两月 大娘被林冲画中的诚恳和担忧打动了 回了一句 这才觉着不该解释啊 不禁有些生气了 一展手中宝镜 登时是万千兵灵画形而出 直往这林冲就积了过来 林冲把身子一缩 躲在了镇金盾牌后头 虽然用的是无相仙法 但没有这有相之身 所以这林不周呢 平时看起来是神出鬼没 变化万千 但他的这个实力上限超不过个普通人 还好仍有大梦之种作为辅助 各种这梦中世界里普通人啊 单只是没有进行修炼的那个普通人 比如钢铁侠这种肯定是算的 蜘蛛侠也勉强吧 绿居人那就不行了 嗖的一下 大娘就瞧着那古怪的圆形盾牌之后 呼的打出来一网白色玩意儿 其速度极快 还没来得及反应呢 就被捂在了脸上 登时是呼吸被制 视线被夺 而且这玩意儿吧 极其的粘稠 大娘是震惊至极的 来回用这个手连抓了几把 也没将其给撕下来 反而啊 扯的是面皮生疼 像是要活生生撕下一层皮 第四百六十六集 两个有酥 这是什么 大娘尖叫 但声音也被那玩儿挡住了 看不清 说不出 但手中的法宝还能施展 这大娘也是到了圆形境界 虽然灵机尚未勾连天地 生出神石来 却也察觉得到周遭的变化 察觉有人进到身前 他猛的一击手中宝镜 就要再次施展威能 又是三股蛛丝射出 捆住了大娘的双手双脚 扑通一声 他跪倒在了地上 被捆成了人肉粽 我只是想跟你说两句话 你先别闹 林冲温言道 有苏闭关前 你是否察觉到他有所异常 是否比平时更加困倦 是否有人跟他一起入关 与其他摩羯之地相比 这金山寺显得是格外的平静 有苏之前就说过 他是将魔主 幼于己身 不危害旁人 他就是天机 所以这摩羯轮回之地 也就陷于其一身 当然 亦有可能如花莹一般 再诞生个魔主 但总归不会危害到 宗内的其他的人 所以林冲要知道 有苏究竟如何了 想从我口中得知宗主之事 纯粹妄想 大娘是呜呜声 说着含糊的话 听不太轻 依稀能够理解其中的意思 态度也很坚决 林冲却一边听 一边点头 嗯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 大娘此刻 猛地运转体内的野狐蝉 双手双脚 迸发出千斤之力 这蜘蛛侠的丝 再结实 也不符合此界的天地法则 纯粹是仗着无相仙法 冲个树 灯时就被一阵而开了 而这时 林冲已是飘然远去 有苏闭关时 你好像瞧见 有一人跟他一起入关 但这人的形象 与有苏一般无二 所以 你怀疑是自己看花了眼 你怎知我心中所想 你 邪法亏心 大娘猛的是澄澈心思 将一众杂念通通斩除 只留下了一点本我 林冲刚才从大梦之种里 借了X教授的心灵异能 顿时就没用了 只能窥探到一片空白 就算是四级的变种人 到达这西游世界呀 怕是也打不过一个原英修者 如凤凰那般的欧米佳吉 这大概率也是顶不住 元神之雷这么一炸呀 既然如此 我就知道了 林冲虽然没有亲眼瞧见有苏状态 但也是有所判断 怕是这野狐仙姬 也是逃不过魔头 全部占据的命运了 再等我几日 等安排好了 就来救你 林冲反过身来 对那个被紧紧锁住的大殿说 这时 大娘已经是大声疾呼 此处又是金山寺种地 顿时就来了好几个 她的姐姐妹妹 还有一位神境长老 要把林冲留在此处 林冲瞧着敌人势众 当然不便久留 至于这如何离去吗 一个灵感掠过 她早就想要试验一个东西了 从大道之肿中 林冲拿出了一套盔甲 这些盔甲 自动吸附在林冲身体的各个部位 当时就把她变为了一个 红金相间的盔甲人 野狐仙宗众女 就瞧见这个全身盔甲的古怪人士 猛的是脚底冒火纵身飞起 哎呦我去 这神马东西啊这是 一个总管 灌出一击飞剑长虹 直插入刚刚升空的钢铁侠战甲之内 战甲是凌空爆炸 却是吓了这野狐仙宗众人一跳啊 这人做什么呢这是 来斗区吗 林冲当然不是在搞笑啊 他就想测试一下 这林不周此时此刻的这上限如何 在未来开展黄粮大梦之种 也未用到无相先法的前提下 林不周的战术变化多端 借助不周天越发强大的算力 704为其凝聚了各种大道之种 虽然上限不能超过普通人 但是出其不意也能是打打原因啊 此刻这林不周的缺陷就在于 没有力量根基 用不出超乎普通人的力量上限 不然这原神级的变形金刚 散仙级的曼哈顿博士 也就是DC守望者世界观中 最强的那英雄 足够在此刻的凡间界横汤 如果不借助这维英武林豪赫 又或者是许君虎的修为 那么林冲能展给林不周的 就只有混沌小世界中的一众 原鹰修为 原鹰挑战散仙 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 原鹰级的蜘蛛侠他也不行啊 但林不周如果用了无相仙法 那就不一样了 林不周的无相仙法 虽然自身没有根基 但是可以借助对手的根基 对付原鹰时 他就是原鹰 对付散仙时 他就是一散仙嘛 当日对战妖僧如意时 林不周展示出了足够与散仙佛长相较的威势 缺陷就是没有有相仙身的支撑 会损失掉部分的身体 但是也可以从大梦之种中 借出这身体来弥补 总之此刻这林不周 该是和卡卡西相当 打谁都是个五五开 而一旦这林不周他不想打了 缩回到有相与无相之间的存在 便是天底下最狗的仙人 谁也找不着他 果然这黄粮仙升级之后 维持着千万变化 无端的出奇 又苟到极限的风格 事到这儿 林冲也就放下心来 第467集 等一等 在钢铁侠的盔甲 被一箭穿爆之后 林冲是双眼一闭 在梦中抓出了七零四所在的昆仑山边 在双目一张 人已是回到了白雪矮矮的雪峰上 吃饱喝足的青鸾 瞧见林冲 他眼睛一亮 对他来说呀 方才的打斗 纯属活络筋骨一般的嬉戏 就跟那出生的小老虎 相互扑戏似的 很是上眼 正要再次扑过来 跟林冲玩耍一番 却呼的是站住了脚步 青鸾左右瞧着林冲 怎么和刚才的感觉 不一样了呀 原本青鸾瞧着林冲是同类 现在却觉着模样相同 感觉是全然不一样了 林冲倒是知道咋回事了 刚才挂的是玄鹏的破碎神通 现在挂的是林不周的无相仙法 自然是迥然不同 乖 别闹 林冲顺手撸了一把青鸾的红毛 真别说这手感真不错 一把下去啊 哎呀 感觉这身心都畅快了 不愧精修祥瑞之道的神兽啊 干 青鸾情绪低沉的叫了声 说人话呀 没人陪啊我 我不开心 习惯就好了 干 青鸾震惊的望着林冲 这算是个啥答案呢 忒敷衍了吧这个 不过说到陪青鸾玩嘛 玄鹏显然是可以的 青鸾所以为的铜族 其实是玄鹏 现在玄鹏啊 还跟那跪着呢 一些墙外十米处 浑身上下神通收敛 宛如一个巨大的人形沙丁 不是雪雕 这三个月里 玄鹏就这么一直跪着 跪得刚出小世界内 宣赫滔天的破碎微能 全部都消灭一空 回归了自身了 现在连风雪加深 都不会被其所融化 跟跪成了个木乃伊似的 一开始是被林冲 以他界巡念法和展示经所控制 后来啊 那就全凭着玄鹏的自觉 感觉如何 林冲问他 多谢上线提点 小妖之前猛浪了 此刻私之毁之 百死莫及 玄鹏是微微一动 面上覆盖着的雪窍掉落 献出一张诚恳的脸来 以玄鹏现在这个体质 你别说是跪上几个月了 就算是拿着油锅 你给它炸一圈 也不会生出什么伤害来 当年那孙悟空被压了五百年 吃铁丸喝铜汁 还不是活蹦乱跳吗 不过 根据玄鹏讲啊 那时候的孙悟空 该是以有破碎天门的修为了 比此刻的玄鹏啊 还要高上俩境界 林冲本想着再观玄鹏 大概三千年加上六千年 也就是一万年的时间吧 能不能让这玄鹏再升上两极呢 也不过就是此界一年的光景吧 混沌小世界 那就是万年过去了 怕是不行 那个小世界 其牢固程度 容不下小妖的神通再进一步了 玄鹏的神通修炼 虽然是不求外物 但至少需要一个坚固的环境 这个混沌小世界啊 显然是不能满足它的需求 另外就算满足 这林冲呢 也要慎重的考虑一下 玄鹏再升一级 大概就是这九节真仙的水准了 那再升两级 可能就等同于 天仙 到时这他界巡念法和展示经 能否治得住他 还是俩说呢 以林冲的性格 没把握之前 断然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现在这瞧着玄鹏 态度良好 林冲一笑 也不管他 还是那句话 林冲实力强过玄鹏 一切都好说 若是这玄鹏得志 天下无敌 大概 不会生出任何的感恩之心来 反倒是会生出怨对之情 林冲早在他的念头中 读出其性格来了 林冲回到一届墙后 再把梦仙之躯 还给了林不周 升级为散仙后 林不周终于是脱壳化形 拥有了在一届墙外 生存的能力了 用完了 林不周拿回了身躯 隔着一届墙问林冲 嗯 要收费吗 林冲反问 滚 林不周怒吓 刹那间哪 就要施展无相仙术 顿入无形 不行 林冲制止了林不周 就跟那汽车踩了脚刹车似的 干啥 林不周才刚刚进入无形法相 就被拽了出来 郁闷的呀 想要吐血 你不能去金山寺 林冲自然知道 这林不周想去的地方 为什么 方才你也瞧见了 有苏身中魔截 分明是有魔头 要在这身上记伤 再分体化戳 到时有苏就完了 林不周大叫 你就算是去除了他身上的魔头 又又如何 魔头既生天机 早晚会在他身上复生 我们要等 林冲耐心地解释 等等等等等 你就知道等 林不周火了 要等到什么时候 要等到黄世天 说到这儿 林不周忽然压火了 是林冲以斩尸精 控制住了他的嘴 一届墙内 林冲是面如寒冰 林不周 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的 别冲动 要是管不住自己 我替你管 林不周眼中的怒气 逐渐是消失了下去 他无可奈何地 点了点头 他明白 须得同一时间 将这天魔化身 全部消灭 才能除去天魔 刚才啊 只是太担心这有苏了 对不起 林不周说 哎呀 急不得呀 林冲叹了口气 等我算上一挂 算出个黄道吉日 到时给你去提亲 第468集 六六杀生死结晶 一 昆仑之巅 月饮兴盛 林冲雪谷之内 摆开了周天星斗大阵 二十四 三十六 四十八 七十二 八十一 五孤大挂 依次展开 以雪谷为中心 方圆千米之内 出现了可与满天繁星争辉的 如海灿光啊 在这片光芒之海里 无穷世事 穿梭沉浮 林冲就瞧见了此刻 这东圣神州之上的 天机气象 众星皆暗淡 唯有长安一处 宛如是赤日凌空 长安之中 另有两颗大星 是最为璀璨夺目 林冲瞧着其中一颗 为设计之先 因为这一眼望过去 瞧得到山川河流 俗世万千 另外一颗 则掩饰着万般法 或刀或剑 或心经或公爵 分明是万法先宗之下 这两个大星之外呢 还有两颗小星 呈现出一幅丹青 一卷书册之下 该是青史和丹青二宗了 这四宗天机占据长安一地 也是长安气象 威压天下的原因 至于这疑似被摩羯 所占据的设计万法二星 在林冲的卦象里 唯一异常之处 就是灿烂的不成样子呀 遥遥与壮弱狐狸的野狐天机 远在犀牛鹤州的功德天机 漏斗形态的天树天机相对 五颗大星 交相辉映 构成了天下气韵之上的 另外一重摩羯星辰之象 如果说这个天下气韵是表 那么摩羯之变就在内里 非得是周天算经之法 配合神仙算竹 才瞧得出其中的究竟 林冲为推算出摩羯之星象 已然是斩去了小世界内 数百元鹰的修为 以免再造成上次那般 为窥探摩羯天机 耗尽灵机 乃至于连累本尊死亡的悲剧 这次 林冲也没有算得那般深切 上次五颗摩羯大星 还没这般闪亮 要算出其中究竟来 消耗极大不说 这林冲还很作死的 又往上算了一层 算的是天魔所在所谋 那已是超越了此界极限 达到凡间界之外了 反噬才会那般的可怕 而此刻 望着五颗摩羯大星 林冲算到了一个未来 三个月之后的春节会盟 是天下转折的关键啊 林冲是南南低语 林冲隐约瞧得到这个可能性啊 三个月后 不只是决定天下归属 甚至还有此界兴亡 林冲不敢再细看了 此时的消耗 已然是大到这展示经 从小世界展来的修为 供应不上的地步 瞧到此处 已然是历劫了 再要瞧下去 小心小命不保 哎 这林冲叹了口气 收了神仙算读 又还了梦仙之躯 回到一届墙里 瞧瞧时间 晚上二十三点 该睡觉了 他打了个哈欠 穿越四十年了 林冲的作息 变得是越来越不规律 动不动就画出个法身 几天几夜的不睡觉 最夸张的时候啊 要维持两个月的混沌造物诀 供眼前的白眼狼悬棚修炼 虽然本尊在睡觉 但这展出去的念头 却要整日里维持着精神头 搞得这林冲啊 显蝎子是精神分裂了 最近这状态一直不好 总是怀疑自己是在梦里 诱惑是现实 所以最近是抓紧时间 补眠导食叉 并且啊 以后真的要戒了 这熬夜的习惯 身体虽然不会变老 但这心理健康 却会崩的呀 睡觉之前 林冲照丽又到这分宝盐 检查了一圈 ZR目前长时间是驻扎不周天 也不是实时在这分宝盐里 除了继续研究 导弹的制程之外 ZR还向分宝盐布置了个任务 就是按照这关键字 向吕祖背身图 搜索许君胡死劫修炼法的真相 由于每次献祭 都会损失一大批的金蘑菇 试错过程又是极其无聊 所以列了一堆的关键字之后 就交给分宝盐的工人们负责了 林冲每次过来检查 都会得到一大堆的奇奇怪怪的文字 比如什么摩羯的三十六种死法 天魔密室啊等等 这些个古怪玩意儿 林冲就万分奇怪啊 这些个作品的作者是谁啊 是某处摩羯轮回之室的土地们吗 是画中的吕洞宾吗 不过今天在检查收获时 林冲是眼睛一亮 他瞧见了一篇功法 名字是六六杀生死结经 拿起一看就见开篇名义 魔之生机赞于死结 六六之数死结之生 快快快帮我翻译翻译 林冲忙是联络着七零四 七零四对于西游世界的功法 已然不像初见这万法天眷时 那般的陌生了 由于地球与西游世界 承袭的其实是一脉文化渊源 所以在集中佛道两教 文史专家的智慧后 对万法天眷的解读已是深入 又得了北斗种书之后 两相对照 那就更为透彻 所以林冲将这六六杀生死结经 传给了七零四后 第二天的早上 就接到了粗意的版本 林冲是一边吃着早餐蘑菇 一边读着 英式许君虎修炼的死结之法 生死之间有大恐惧 死结取的就是这点恐惧 恐惧中有生机 有死结 修炼死结之法 其实就是修炼恐惧之法 第四百六十九集 六六杀生死结经 二 天魔是以俗世欲念为实 死结之法 算是天魔修炼法中 极为高端的一种 乃是至高的七情根本法之一 徐君虎不愧是天纵奇才 这纪无量当初被这摩羯感染 生了仙婴 徐君虎以血神经 攫取了其中的一点真意 又凭着之后生化血雨时 领悟到了生机之间的那点恐惧 就凭空编撰出了个死结之法 死结之法也是简单 徐君虎生化万千 每获得一点竭力 一个念头就会回归自身 等到攒够了六百六十六点结力 自然会超脱繁区 成就真魔 如果不是王莽占了万法天机 隔绝了徐君虎的修炼 徐君虎该是早就醒过来了 六百六十六点结力并不多 毕竟当时万法先宗有数千弟子呢 可这现在 这结力该如何去获得呢 或者说 该如何修炼这六六杀生死结晶呢 不知道我修出的结力 能不能转到徐君虎身上 问题是我怎么修炼呢 林冲可是白身一个 而目前他能控制的化身们 都有着各自的功法 要转修死结晶也是不可能的 林冲是一边吃着蘑菇 一边随手展来了 Zero的智商做思考 马上一个灵感就浮现了 需要用到一个 早就已经拥有的天机法宝 而这件法宝 当初却是徐君虎送给林冲的 这一饮一酌 嘿 还真就有些个天注定的意味啊 林冲是真而重之的 从这沙发底下的橱柜里 取出了一只白铁盒子 又到这一届墙外 将其打开了 拿出一个模样古怪的人偶出来 那人偶正是万蜜斋 万蜜斋是林冲手中 极为有趣的一件天机至宝 它是一个用玉石雕刻成的人形 约摸着半人来高 眉眼看上去有些模糊 疏忽是男疏忽是女 这动作和衣装呢 也是变来变去的 仿佛你这一睁一臂 再一看的 那就是另外一个模样 装束动作和衣态了 充满着奇异的不确定感 是男它 而非动物它 据当年的许君虎说 这宝贝乃是由人所化 是欲夺天机不成 被这太上老君降罪的一个罪先 活生生的将其炼成了天机法宝 林冲当下在这西游世界 只见过天机化人的 却从来没见过人化天机的 由此可见这万密斋的特殊 而其用途就是可以练就各种功法 用于练功试错 在其运行功绝时 人偶之上会出现灵机的运转路径来 这路径是绝对正确 拥有者可以用之较对自身 十分好用 确实修炼圣品 不过这唯一危险的就是不能与其长久对视 据说如果这么干的话 就会被其夺赦 成为万密斋 借之以复活的躯窍 林冲觉得这应该是个谣言 若是如此轻易便可复活过来 那当年老君降下的禁制 未免也太松垮了些 今个早上林冲将这六六杀生死劫法 放在万密斋的眼前 让其越览 根据之前的经验 功法越是深奥 这万密斋阅读的时间就越久 一旦读完 记载功法的篇章就会被焚成灰烬 意味着万密斋已是习得此法 六六杀生死劫法 是天魔根本法之一 万密斋啊 那是读了足足六个时辰 从旭日朝阳读到日暮西晨 林冲都等得有些个不耐烦了 戴上VR头盔 去这VR版全民偷菜里 摘了一圈黄瓜萝卜西红柿 等到了晚上八点 再来看万密斋时 这才瞧见其面前的一堆指挥 确实习得了 习得功法后 万密斋开始将其自动运转 林冲就瞧着这灰黑色的灵机之光 从其口中吞下 又在其体内周转不休 在丹田处形成一个又一个 充满着死意的灰黑色光球 带的这光球满了六六六个 万密斋呼的是睁开了眼 眼眸中出现了灰黑之光来 同时这口中轻差几个字 通关生死 他佛涅槃 我磨重生 万密斋的这声音吧 男女莫变 仿佛只随着听者的观感而变化 林冲此刻听来 只觉得是个高僧那般的 充满着沉重木骨般的悠长意味 也没被吓着 按照之前的使用经验 万密斋的确会说话 说的都是功法练习时的要诀 你还真能修炼出这死劫法 林冲对着万密斋略带诧异的言道 通关生死 说的是生出这死劫力的方法吧 他佛涅槃 我磨重生 是借助他人之躯壳 进行我的涅槃重生之旅吗 也许是寄生天机啊 林冲轻叹一声 这许军虎走的也是这天魔路子吧 寄生天意中生出我之躯壳 所以此刻这许军虎 该是身处万法天机之中了 这才导致了便查世间虚空 也查不到他之所在 本以为天魔心经是世外法门 万密斋未必能学 现在这确实可以啊 本来不想走这一步的 但是小小虎他 林冲若是有时间 大可以再找一个死劫法的修炼者 从其身上斩据竭力 投入这许军虎身上 助其从虚空中苏醒 可这时间他不允许 三月之期 也是这万法天机最后的 第四百七十集 点化万密斋 若是万法天机被全战 林冲觉着 这小小虎性命危矣 没看王莽 只是占据了部分天机 就让这许军虎 无法转醒过来 现在这许军虎与王莽 等于是万法天机的 两个寄生虫 你多点资源 我就少了许多的可能性 林冲是再叹一口气 这时 一届墙外的青鸾呼的说 林冲黑拉仪 青鸾早就瞧着 这万米斋好玩了 但被警告过 敢动起一根手指 就三天没饭吃 林冲是真断过他的粮 他也不敢来造次 现在瞧着林冲 对着这古怪人偶 不断的叹息 终于是忍不住开口询问 林冲是他称呼林冲的名字 不必说 又是这林不周教的吧 林冲是扭转了几次 也转不回来 所幸啊 就这么叫吧 而这句话的意思 是在询问 林冲 你为什么不开心呢 没事 就是有点贪心 还有点生气 林冲对青鸾说 有个熊孩子掉井里去了 我有点生气 哎呀有味 青鸾把一头红毛凑了过来 意思是 你摸摸我的头就开心了 不必不必 林冲摆手 深夜血骨 看似寂静 却也是不知有谁 在背后窥探了 赶日吧 青鸾打了个哈欠 准备睡觉了 瞧着青鸾无忧无虑的样子 林冲深刻的觉着 哎呀 这活着单纯是真好 等处理完天魔这档子事 他就要闭关大玩三年游戏 再不沾此界尘埃 哎 小小虎 希望你保佑自己 能借着此法活过来 一边说着 林冲一边以三千念头化身法 凝聚念头 开始将万密斋 转为自己的化身 万密斋 是个天然的化身材质 它是人 又被转为了法宝 首先合了三千化身 只能点化物品的条件 又不必辛苦将这物件 制成人身 将其转化为化身 就等于凭空多了一个 修为绝高 能让太上老君 亲自出手的先级化身 但这情况真这么美好吗 确实未必 青云子执掌万法先宗数十年 若是万密斋真的如此适合被点化 早就连根毛都不剩下了 先圣绝尘之后 武服若是点出一仙级化身来 那早就横扫了凡间界 还跟他林冲费什么话呀 玩什么黄粮仙的潜伏计划呀 所以 林冲知道 点化万密斋之举 绝对是危险的 也有可能根本就不会成功 我可是天外之人 永远不会死啊 武服会怕 我却未必 林冲是一边念叨着 一边把这念头 不断的灌入万密斋里 三千化身法 是要化身分享自己的寿命 所以 武服玩不赚此法 林冲 却可以拥有数万个化身 这也是林冲的仪仗了 另外 也是着实没有办法 林冲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招数 能将这许军虎 从涅槃状态中唤醒过来 混沌小世界 不停地向其贯注修为 直如石子落大海 全然无回应 也须是必须得以竭力喂食才行了 而这世上 除了这天魔外 谁还能修炼竭力呢 就算林冲得着了死劫修炼法 要再造一个死劫修炼者 又要多久 等不了了 七日后 万密斋活了 他跟林冲说的第一句话是 这是什么朝代 论起对于三千念头化身法的修炼 以及输出念头 将化身点化这动作 也许前后西游世界 十数百万年 也没有任何一个身外仙 比林冲更熟练了 他在区区的数十年间 就制造了将近六万个化身 直接在身外天机中 把五福压得是半点脾气都没有 如果有幸见面啊 五福大概会指着林冲的鼻子大骂 你是那老母猪产崽子吧 这么BT啊 而转化万密斋的难度 对比林冲之前所有的化身制造 都是更为复杂 之前林冲所点化的 只是空白屈窍 拥有一点点意识 却并非本我 这形容起来呢 只是浮在意识大海中的一点浮沫 轻易就可将之吹散 与之相比 这万密斋 简直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死海魔狱啊 林冲在其意识中 瞧见了无数匪夷所思的场景 经历和境遇 如此离奇 以至于林冲不晓得 这究竟是万密斋的梦 还是其真实的经历了 比如 万密斋曾经杀掉了无数个自己 比如 万密斋曾穿越过无数个轮回 再比如 万密斋曾经投身天地未曾开辟之间 抢夺属于太上老君的气韵 再再再比如 这万密斋之所以能够修炼所有的功法 不是因为他学习极快 而是因为他本就会 他在无数岁月里通晓了世上的一切法 这七日里 林冲沉迷于万密斋的玄奇过往 险些忘了我是谁了 反被这万密斋污染了念头 还好 林冲为了防止这一状况的发生 将自己的念头用斩湿经 斩了部分到这林豪横 林布周和Zero处 这就是典型的分布式验证方式 三处念头 不断地验证林冲的本我 是否有被占据污染的迹象 一旦本尊出现了沉沦之下 任何一处念头 则会立刻唤醒林冲意识最深处的本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